2023年在南韩举办的WMI世界数学邀请赛国际总决赛 花莲县的学子获得一金一银一铜一钻石奖 有四位学生获奖 县长学生会特别颁发奖金表扬获奖学生 赞取他们优异的表现 也期望学生们在求学道路上再接再历 持续为花莲争光 县的学位表示 县佛除了积极赔利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 以因应课纲研修的延续之外 也鼓励教师探索孩子们的兴趣与专长 透过日常的教学将孩子的能力升级进化到专长 世界数学邀请赛提供孩子们表现的舞台 也取学花莲学子们能够找到特定的兴趣与专长 不断的充实精进自我 有朝一致为花莲争光绵扬获奖 这位也颁奖给参加世界数学大赛的 我们花莲有四个孩子得奖 全台有三百多个孩子出去比赛 花莲有四个孩子得奖 高中 国中 国小 幼儿园 而这是在特殊教育里面的 不断的不断的去培训他 父母的发掘以及老师的引导 还有孩子的优秀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 幸福教育就表示 WNI世界数学竞赛自2013年开始举办 每年决赛在不同国家举办 今年由来自欧洲 美洲 亚洲 大洋洲 共17个国家 1275名选手参加 假如各个年级的奖牌 学生就有WNI 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提升数学思维 培育数学应用能力 在培育展示孩子们思维优势的同时 为孩子现在或是将来 进入国内外各个名校 提供资质证明以及保障 接着就关于花莲导